我也非常贊同 那就是說我們之前的那一部分 剛剛主席有講 那怎麼辦 對人民的一些信賴的利益 要怎麼樣去維護它 然後又要讓它 是我們希望它能夠登入為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好像沒有 歷史建築這次修法我沒有仔細看 有那個容積移轉嗎 是古蹟才有吧 歷史建築也有了是 OK 這是這一次很好的那個 在台北市的是有都市計畫 可以請獨發舉報 可是我們國定台北機場 國定古蹟的容積移轉 也發生很大的困難 沒地方可以移轉 所以恐怕要想一下說我們的程序要怎麼辦 就是這個程序對於他們的信賴利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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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就是我們今天的精神 副局長也講就是說 古蹟歷史建築它就是一個價值論 符合這樣的一個價值 但是透過台北機場這樣的講就是說 你未來這個財務的規劃 當然我們不可能說都鞭錢 把這個所有人都賣回來 這個是大概做不到是沒錯 但是最後這一段就是我們今天談重點 你們還是要去好好地理清前面這一段 前面這一段包含到未來我們內部運作機制的改善 市長常講SOP要修正 那現在就看看這個流程 這個程序它為什麼會走到這個樣子 就是我也以這個common sense來判斷 它不會去讓人家以沒有歷史建物的可能性的狀況下面 去做這個規劃設計 這個我們要檢討一下 那現在還是回到我們的這個政題 就是說那個部分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價值判斷 那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面 我們還是請教各位委員 就今天這樣的一個提案 在價值上的判斷 大家有沒有什麼建議或辭掉的地方 也到現在為止 尤其我們現刊的這個趙計人跟委員 都還是整個強烈的主張 他具有這個歷史建物的增幅價值 指判請 我提供一點意見 剛剛這個主席所採示的兩個層次 一個是通案 通案就是列館的這個建築 將來怎麼樣子能夠使這個處理更永續更好 所以這個就是要做檢討 過去有列館的建築 或是它本身建築已經超過50年了 那麼要建築的 過去有時候在都市設計審議 它會主動智慧文化起來 那這個案子可能比較沒有受到注意 所以可能就是要檢討一下這個成績過程中 另外有一個是特案的 就是本案的部分 剛剛講 那這個本案的部分 剛剛中案小組已經報告過了 大概它有它的這個文化資產的價值 應該是大家都肯定 那現在怎麼這個案子怎麼來處理 我個人的前面是這樣子 就任太太也在講 他們在規劃設計的過程 他們也已經考慮到這個的保存 可是我們現在呢 文字會不曉得他保存的那些 是不是我們文字委員所想要保存 這個範圍啦 因為歷史建築物所要保存的那個元素 是不是全部包括在這裡面 所以我是建議啦 可不可以把論太他們的這個設計 跟大家委員報告一下 這樣做一點調整 也許可能將來處理上比較更合適一點 比如說 那個政廳 其他的重要的部分 他們要保存 那保存這個部分呢 融入在他的設計範圍裡面 是不是能夠達到我們文字保存 剛剛這個專案小組裡面講 所以我想這個可以有一個專案小組來討論 也許他們可以改變的最少 我們也達到的目的 那這樣就達到我們今天保存的這個目的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說它有價值 可是它保存到什麼程度 其實這個都可以討論 因為利件比較有一點彈性嘛 是這樣 最主要的成分要保存下來 論太他們在設計過程當中 他們也要把那個有很多地方保存下來 那到底這個元素是不是我們 在空間位置上還有律師島 那所不同的就是說 他們也想保存一部分 那我們這個指定以後 我們就給他有更多的一個這個公共財的身分 就是差別在這個地方 那有公共財的部分呢 將來你這個設計呢 根據我所了解的都市更新 如果你把考慮到 也這個文字會要你保存的部分 你們做了保存 你們它有bonus 將來有獎勵的項目 好像不曉得是V級 有啦 所以並不損失啦 所以你們如果說稍微調整一下 反而會增加你們這個將來設計在都市更新 有一些獎勵的事項 它是包括在裡面 所以這個有的地方可能並不是很衝突 所以這樣調整 你們也達到目的 那這個這個 所以變成三贏 潤太也可以有相當的這個程度盡力順利 那個紀氏工會他們也達到目的 那文字會也達到目的 所以我是覺得有三贏的策略 那一個大前提就是說來協調 就是潤太你們把你們的設計規劃 你們想要保存了哪一些項目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的 那我們文字會也就是說 這個不夠我們再來要調整 區位不夠我們要調整 我們哪一些因為利件 就要保存什麼樣的元素 我們這個將來就是要更確定 這個就是等於說公共財啦 就是說那我是這樣可以就是比較可解 就是特案的部分就是本案的部分就這樣做 那通案的部分 剛剛主席也講過了 我們要建立一個 一個常態的一個運作方式 這樣比較建設 未來一些創意 謝謝 來 我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大概這次修法以後 也有在細節裡面會討論一個 是不是列車的建物 全部要上網公告 會改掉過去說是在內部列車 那我們還是說當然內部列車也相關單位也有 但是以後的話大概民眾都可以看到 直接在網站上看到你的建物是不是被那個 那中央也會討論 另外在提報的部分 剛剛我去再了解 今年六月再看 主要是因為又有議員辦公室通知 叫我們要再去看 那通知的話 等於說民間如果有再提報的話 那按照新法也是六個月內要再去看 這等於說如果有人提報 那列車以後六個月要再去看 所以它有兩個步驟 特別是新法其實蠻強調的是價值論 所以才會有這條出來 那也感謝主席跟老師的建議 看以後怎麼樣把整個SOP的部分更完成 非常謝謝這個委員給我們的指教 那麼三營的策略 我想就是說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個案 就是說第一 這個具歷史文化資產保存的價值 在歷史建物上面應該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怎麼去創造三營 剛才老師也跟我們指教就是說 這個保存的元素 怎麼去把它鑑定能夠創造三營 那如果說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是不是照剛才這個 薛老師提到的 我們還是組的專案小組 那麼由這個專案的這個場合來聽聽看 這個原來這個規劃設計的這些內容 那再加上就是說我們在文字保固過程裡面 它必要的一些要要求的這些元素加進去 那這樣看是不是可以能夠找到一個三營的策略 我想就是說老師剛剛提到這個 確實是一個特案 個案在處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前面如果真的有一些舒適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這個特案 那將來SOP建立以後 它就都是同案的處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這個因為這個時間有的節省 我們是不是就朝這個方式 組專案小組來聽聽看他們的規劃設計 那我們要在今天這個場合來邀請這個哪位委員 來擔任我們的專案小組 趙紀人 原來的專案小組 原來專案小組 好 那如果這樣大家有反對嗎 那就麻煩原來趙紀人幫我們來聽聽看 秉持這個新老師的這樣的一個精神 好不好 那就是說 如果說新老師方便的話 我還是建議 就到時候 專案小組能夠邀新老師 能夠一起來遲到 好不好 好 那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是就暫時 割在這個地方 在這兩個決議還是要記下來 還是要照辦 一個檢討 一個專案小組 各案的處理 好 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是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四百號 中國電影製片廠文化資產價值鑑定案 業務科報告 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四百號 中國電影製片廠文化資產價值鑑定案提侵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七十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職審查辦法 一時建築登陸廢職審查及輔助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一 中國電影製片廠地址為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四百號 座座第一號為北投區桃園段一小段一八七號等十五筆土地 所有權能原為中華民國 管理者為國防部軍備局 經本局辦理有償撥用後 所有權能為台北市管理者為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第二條 本局於一百年五月十二日要及米副國委員 謝曉雲委員陳土修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鑑定會看 會觀結論如下 會觀意見會看意見後 續依據台北市定古基指定及廢職審查 作業要點及台北市歷史建築登陸及廢職審查 作業要點提送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供審議參考 辦理情形三 本局依據會看結論於一百年七月二十九日 提送第三十七次文字會會議審議結論 本案應涉及國防部與本市土地交換事宜 代土地交換配套措施定案後再議 本案暫緩審議 辦理情形第四 103年1月6日 市長與國防部長舉行雙首長會議 會議中同意北投營區都計變更 及土地撥用原則及先行修善議題 確認由本局申請辦理有償撥用 本局於103年4月17日 經行政院同意有償撥用北投區桃園段 一小段一八七地號等事物比國有土地 辦理情第五 本局於103年1月16日辦理國防部北投營區 前中國製驗場整治發展諮詢會議 會議結論一 營區各建物以不堪使用以不保留為原則 二人才培育應為重點項目 三本基地應以攝影棚為主要需求 後製部分則考量人才培育或現場看變所需之基本需求 辦行程六 後續未評估北投營區之開發方式與產業需求內容 本局103年2月7日辦理台北市影視營產業園區 民間市提興建營運移轉BOT案 北投營區委託專業顧問開發座談會 103年7月14日辦理北投營區影視營產業園區基礎需求規劃 專家學者諮詢會議 104年3月11日舉辦台北市北投營區影視營產業園區興建營運移轉案 招三座談會 辦理情形第七市長於104年10月13日核定 台北市北投營區影視營產業園區規劃案 蓄依促餐法第42條辦理招商 104年12月30日財政部促餐司公告修正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其中第六至一條各處參案件均需辦理完整可行性評估及公定會 有關確認本案文資價值亦為完整評估項目之一 辦理情形8 為因應105年7月27日修正通過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規定 公有建物及附屬設施群製建造物興建完均於50年者 或公有土地上所定著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群製建造物興建完均於50年者 所有或管理機關促構於處分前應先由主管機關進行文化資產評估 本局稅於105年8月3日要及謝佩銘委員 米副國委員 新婉教委員 薛琴委員 文皇建業委員 組成專案小組 進行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會關 結論 本案北投區中國電影製片廠 專案小組織會看意見 後續將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續送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文會審議參考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摘要如下 一 中國電影製片廠1933年創建 1951年簽至北投原以軍事教育片為主 後擴及故事戲曲藝術片 曾經製作好幾部經典影片 其中提名並得第九最金馬獎 在中華民國電影 台灣電影發展史上具備重要歷史地位 二 基地中有大中小三攝影棚及行政住宿空間 其中以大中攝影棚教區特色 三 本案之建築群為過去台灣影業發展之重要基地 有其歷史意義 唯因時間已久 原有功能已失而空置 本基地已由府方向軍方購買 其用途亦作為影視業專區使用 在歷史意義之承接上應達成目的 四 此基地具電影產業歷史意涵 書為難得 其深具記憶價值 但其價值在將歷史印記繼續再現其現在的影視產業發展 活化成延伸歷史意義之空間 其他張是這個中文電影製片廠的位置圖 左側大攝影棚位置跟中攝影棚的位置 其下是會看的照片 此是中攝影棚的外部跟內部的現看的照片 此是大攝影棚的內部結構的照片 擬辦 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接下來要北投區道鄉里辦公室的張藝博里長 傳送書面資料請本業務科代為表達 一 建請拆除現有之攝影棚B西棚 因老舊建築不堪使用又危險如遇颱風來襲 附近居民住戶心驚膽跳 恐屋頂被摧壞 屋頂鐵皮四處飛散 商及行人車輛及住戶等危險勝據 二 廠內野狗及蛇不少造成髒亂 已成廢墟實在需要加強整理並經常出沒毒蛇 民眾甚為害怕 三 其建築物年久失修損壞勝據 請妥善整理請無法保佑之處盡快拆除 接下來由本局的藝術科做此案補充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那我藝術科這裏接著就我們針對這個北投影視音產業園區後續的這個規劃 我們要向各位做一個說明 好 那這是我們北投影區的這個場地的這個圖面 那再補充說明一下 當初這個土地屬於軍方土地 那他們原本是要拆除所有的建物 他們要把它做為軍方的宿舍的建地 那因為我們覺得說這塊地以前就是中國製片廠 那以前就是作為一個製片的基地 那覺得如果把它改為軍方宿舍的話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們在103年就向國防部購地 然後成為我們臺北市政府 那並且我們馬上就進行了都市計畫的變更 將它從機關用地改為銀石英產業專用區 那未來就是確定要做這個銀石英產業的這個推動 那這個場地它的土地面積是1.4公頃 那建幣率跟容積率是分別是60%跟40% 那這個是它的一個歷史過程 剛剛也有提到原則上它是1951年開始營運 所以在1995年就停止拍攝 然後就荒廢止境超過了20年 再來就是剛剛也有介紹說明過 就是我們後來就召開了多場次的這個專家學座談會 那主要的結論原則上就是業界呢 是支持朝向電影的發展 並且應該要作為攝影棚為主的一個片場 那裡面的攝影棚其實它的規格 以及它的建物狀況已經是不堪使用 建議是全數的拆除 並且要重新規劃動線 好這是我們之前專家座談會的一些 簡要的一個摘要 那目前我們原則上是 以推動這個北投銀石英財源區的BOT案 為我們推動的方向 那發展的定位呢 就是包含了提供新技術的開發 產品賦予市場 垂直跟鏈結跟業界的某人才培育 以及我們希望能夠提升銀石的產值 創造經濟的效益以及就業的環境 這個部分我們目前的規劃 原則上就是主體事業呢 是要佔建物總容積的70%以上 那這個主體事業指的就是 文化創意發展法的涵蓋的電影電視 以及流行音樂的產業 那主體事業之外 它可以有附屬事業 但是不可以超過30% 那這是我們目前政府 我們的基礎要求 就是說這個BOT的有醫院的廠商 它來它必須要符合我們的基礎要求 包括了攝影棚我們要求到2000平以上 那必須要配置專業先進的設備 貓道以下的進空至少要14公尺 好那而且一定要有隔音跟不透光 那現有的建物呢它其實高度是不足的 它貓道下大概只有8公尺 而且無法隔音 那建物的破損狀況是非常的劇烈 那除了攝影棚要求之外 實景空間我們就要求要到500平 然後再來就是布景準備以及設置的支援空間要到1000平 那人才培育跟交流空間要1000平 那其他有回饋假光的空間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有做過的這個基礎的一個財務的評估 跟裡面建築的配置模擬 那基本上因為這個主體事業它其實 它自己要能夠收益並不容易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些附屬設施的這個收益 才能夠支撐這個地區的發展 那所以它在整個容積跟間閉率的部分呢 是希望能夠充分的運用 然後整個動線呢也要重新的規劃設計 那初估我們的建築成本需要到31億 那保存的方向建議的話 主要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攝影棚的規格 它是沒有辦法適應當代拍片需求 那我們這個基地當初我們跟國防部購買過來 其實就是希望它能夠延續製片廠的這個歷史的一個過程 那它的保存價值就在於這個電影製片這個活動的延續性 而不是在於空間以及形體的保存 那它原有的歷史記憶 我們其實是可以透過各種展示的方式予以呈現 讓它這個製片的歷史在後續 我們每一個進入到這個空間的人都能夠了解 好 以上說明 好 我們其他方面還有沒有要主動要先要求補充的 有沒有 其實當然這個中介堂它其實是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 可是這個剛剛的陳述一樣就是它的歷史意義並不見得存在於闖堂上面 那現在的闖堂狀況其實荒廢跟危險相當嚴重 而且它完全已經不適合當代的電影產業的使用 那另一方面在建築物本身它的相關特性其實並不是有那麼清楚的實在之性 因為每一次拍片拍片完其實又是重新回到空棚 那這個空棚其實它也不具備太多的歷史痕跡在裡面 也幾乎等如是重新再被新的劇組所所毀損或者再呈現 所以在我的感覺上面 其實如果它具有歷史意義跟價值完全是在重新規劃它 它變成一個更新的一個可以延伸這個自片床的過往的風華 然後再做的可能性 所以我比較建議能夠在包括在文化局等等的規劃中 它有一個更好的延伸這個 實在歷史意義的一個新的方案來推動它 那本來其實這個用地本來就是很希望能夠取得之後 作為這樣的一個用途 然後也不會讓中志床這個用地 變成一個真的在現實中就不見的這個意義 那最主要它的歷史建物對現在來看是完全沒有作用的 那如果它還是真的有歷史建物的特性的話 其實是可以思考保存的 是這個問題 謝謝 非常謝謝導演 我想這個大方向應該大家都支持了 就是說土地這個市政府也已經取得了 那未來也有這個BOT的案子再繼續規劃 對不對 那解決說大家如果都贊成的話 那麼我們還是照導演剛才還有我們同仁的說明就是說 怎麼把過去的這樣的一個歷史的記憶 過去的在那個地方的這個產業能夠延續下去 他的這個隱私英文化的這樣精神 尤其是電影產業 所以說在這樣一個狀況基礎上面 就是說還有 我們今天還有練習的要補充說明話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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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嗎 第一題導演要補充說明 這很難解 好 那個主席各位 大家早安了 那個非常開心能夠來這邊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做一個個人的一個感覺 一個感覺了 我想這個這個攝影棚我在做學徒的時候 有去拍過戲在裡面 當然不是提音啊 我沒那麼老 不是提音內部 那裡面還有這個大餅就是這個影棚 也有宿舍 也有宿舍也有音小紅 在裡面我都在裡面工作過 那後來我做了這個台北市文化局的那個這個 這個營委會的委員做了好幾件 大概三年前我跟那個有位副市長 跟我們營委會的同仁也到這邊去會談過 那那個時候感覺這邊已經變成一個荒廢的功夫 那在目前在華語電影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台灣本土尤其在台北附近沒有一個主要的一個以拍攝為主的一個棚 那這個地方它離那個監獄站很近 那整個的感覺我覺得有利於工作人員 我們世界的工作人員以及演員來這邊來拍 因為它台灣影視主要的人才還是在台北 尤其在目前華語電影這樣的一種合拍的一種理念之下 這個地方容易會集人 但是我們在同樣的我們硬體設備 就整個的攝影棚應該要規劃最新的一個數位棚 那在裡面跟這個棚已經不符合它的一個需求 必須要重新規劃 我大概上個禮拜才從大午上開會回來 這個北京現在也在規劃新的棚 也請我去做一個初期的一個規劃 現在都是數位棚這個綠棚整個屁 全部是一套新的理念 那我覺得台北我們有這樣一個地方應該要充分的利用 那這個地方我個人的體會 我在電影界也拍片拍了三十幾年 我覺得對電影的感情也非常深刻 這邊在比較起來它不具有這個文資的一個價值 它也不是廟也不是文化 它現在只是個空棚 只是在空棚裡面拍過提音 我去做學徒是美化 那個意義不大嘛 你現在沒有這個意義嘛 所以應該把這個地方保留成為電影的一個拍攝基地 我們把它發揚光大 做新的棚來拍出我們更好的作品 應該是朝這個方向來思考 好不好 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在這裡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事故有很多相關的規劃 希望可以來促進適應產業的下一步的發展 當然因為我們文化全域能夠參與的案子 現在我們是用閃點的方式做串聯 首先就是這個波皮聊這個歷史空間會有我們電影 英文會還有電影節的這個辦公室 擁有辦公室的這個進駐 那也非常受到這個淋漓的這個支持 那能夠讓我們跟這個龍山寺 這個那個VANGA等等地區做最好的串聯 那第二部分其實就在談實景拍攝這個部分 那透過跟國防部文化部 甚至教育部的一些這個合作 當然希望說讓透過北投片場 對不起中國製片場這個的更新計畫 讓實景拍攝跟這個虛擬棚 就是剛才這個劉瑞寅導演還有王道 才談到的這個蘇偉鵬 那是因應隨時能夠做結合 那再過來第三個就是這個 這個內湖的影視音源區 它朝這個後製ARVR跟我們的IT產業的這個 很重要的下一步的發展可以徹底的結合 也是台北的強項 那最後一個就是在寶藏年的影視音學校 針對這個技術人員他們這個的培育 能夠做這四個方面的串聯 那程如剛才這個我們的同仁報告 還有導演們他們的期許 我們的確跟專業界的討論 包括我們的諮詢委員 他們等於說是國內、國外 包括我剛剛從紐西蘭的這個電影委員會回來 他們都非常希望說在一個這個最民主 因為最自由的地方沒有審查制度的地方 能夠產生一個這個連結式的這個拍攝的地點 然後又可以用到最高科技的 但是又最忠誠最敬業的團隊 那是因為其實包括大陸方面也提到 今天光是這個杭州旁邊的恆山片場 其實早就不可能應付每天有七十個劇組的拍攝 那坦白講很多的專業人員從攝影師到梳莊人員 恐怕有七成都是從台灣借獎 那這七成當中幾乎九成五都是台北的專業人員 所以大家事實上在互相期許的狀況 非常希望能夠一個這個實景拍攝到後製可以串聯一點 那這個時候也希望中國製片場真的可以發揮得更這個 我們從協拍直到實際的拍攝 能夠更徹底的落實這整個影視音計畫 那最後也跟各位報告一下 就是新的我們7月27號正式公佈的這個新的文資法 已經增加了五行文化資產的這個選項 那是不是我們也可以這個讓文化局 還有這個所有的影視音的這一些學者專家 他協助我們針對這個北投片場 他在走向未來再過去的這個無形文化資產的這一種 這個講究再昇華再長化 來去作為他這一方面讓這個影視音可以繼續發展 但是在他的文脈歷史的文脈 這個無形文化資產的這個部分還可以 能夠也有一個實體空間 來去做這個定作 那我們所以在這裡也是很希望說委員們是不是可以支持 那也同步的支持 我們在影視音產業作為台北的文化資產 或是台灣的最重要的這個文化發展上 也走向另外一個階段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委員有沒有指教的地方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不管是記憶上或精神上 國化產業上的發展 我們當然就是要延續 但是就專業上我們今天解讀應該怎麼想 來請教委員 剛剛那個練習講是什麼 好像現在有很多新的觀念 新的設備 不過我想這個委員這個場域 因為他剛剛那個局長也講 你現在有新的設備加上舊有的 因為他這個場域上就存在了這個中國這個電源發展史上 占了很重要的一個地位 如果有一個建築這樣紀念 因為我們將來一個新的一個場區 它不是每一樣都是要新的 你要有一些其他的輔助資源性的空間嘛 你把原來的舊的留下一個做紀念 那麼來連接現在新的 那我覺得這個 它的這個文化的意義更加的豐富了 所以並不衝突了 在我看來 你並不說現在這個場域裡面 你像那個宿舍什麼 那個都沒有什麼建築物的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 那那個也沒有什麼特殊的價值 現在就是說建議把那個大的攝影場 或者這個第二攝影場 那個小的攝影場是不用的 這個保留下來 將來你也可以轉換 不一定說再延續再做攝影場 你再做這做 因為這個曾經有很多片子在這裡 所以將來你說這個陳列的地方 或者這個做一些展示的地方都可以 做為其他的功能的空間都可以 然後你還有很多的這個地方 你可以做新的發展 我們現在市政府都在鼓勵 那個新舊能夠融合 你比如說很多剛剛上一個案子 他們也希望全部都蓋新的最好 我們也是鼓勵說有很多有舊有的價值 跟新的能夠融合 那更有這個歷史傳承的這個意義 所以我的個人的前線是說 保留一兩棟作為律箭 你把功能轉換 也許它現在的這個新的設備 和新的觀念都不同 沒有關係 但是你可以作為其他的這個功能上的一個轉換而使用 我想更有意義 這我的前線 謝謝 謝謝 其他委員還沒有 來請 那那個因為開過兩次會 也剛好不存職 所以有些可能再釐清一下 那我想這個 無形方面的價值應該是大家都會肯定 只是我們去的時候沒有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可能要另外再專案處理 就是有關的無形的方面 那有形方面當然還是以建築物為主 建築物當然這是一個跟影視有關的建築物 影視有關就是拍片這個事情 那拍片建築物確實是有它的特性 大概就是一個比較大型大寡具的建築物 然後最好上面有貓道 那裡面的那些場景當然就是配合拍電影去 會隨時修改 拍完了就拆重做等等 所以建築物的本身其實是就是外框加上貓道這個事情 這個大概是這個電影建築物的 拍片的電影建築物的特性 確實是如此 那當然這個建築當然就伴隨著這個 當年我們這個電影的這個全盛時期 大概就留存到現在 那當然我是覺得可以留呢 當然盡量留啦 這個那現在看來比較價值呢 可能是大攝影棚跟中攝影棚 那如果這個再兩個再比較呢 當然是大攝影棚會比中攝影棚好 這個狀況來講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從這個文化資產價值方面來看 那當然未來怎麼配置呢 現在應該是文...哪一刻忘記了 就是最後的那個當然怎麼調配的問題啊 新建築物怎麼去處理 這個按照現在的法規法定 當然有很多我們都可以稱作 因為這個基地也不算小 不是只有兩個建築物一放進去就塞滿 它其實是可以有做一些調配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當然未來的這個真的量呢 當然我沒有懷疑啦 那我是覺得建築的設計呢 其實調整就是在給我們的那個 最後的這一頁呢 最後的第二頁 第13跟第14呢 就是再除以二 其實就是這兩個再除以二 如果留大攝影棚的話 那它在設計的處理方式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彈性 應該有啦 那我們的大攝影棚呢 當然就跟陳如剛剛這個新委員所提的 當然它其實跟我們的歷史記憶 想辦法結合在一起的再利用 這個是可以處理的 那新建築物呢 當然怎麼調配呢 這個事情應該在設計上 設計問題應該都可以處理 這個是第二個意見 那第三個呢 當然比較不幸的啦 就是應該講不幸 就是因為怎麼講呢 就是文化資產的 我們去的那一天的小組呢 剛好就去了四個 所以看來就二比二 這個二比二呢 當然只要把這個問題 留到今天來處理 好這個 那這個當然只好看各位委員 這個看看意見如何 好謝謝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來的 我想我想其實那天其實之所以二比二 就是很明顯其實是在這樣的一個建物的保留這個問題 那其實它有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就是說 就是剛剛李導演所說到一個問題 如果這個建築物頂庞被完全保留的話 包括它的建築架構 以及內在的包括貓道那些是被保持的話 或者被重塑的話 那其實它就會障礙到新的發展 那這個所謂新的發展的意思就是 如果企圖在這樣的一個營區裡面 真正推動一個營私營計畫 其實它就會受限於這個不能動的建築體 所以其實我相信是在這個矛盾中存在一個選擇 所以當然如果它作為一個歷史建物來說 我們要思考它 它在歷史建物中的意義重大 還是它在精神面上被繼續發揚光大的意義重大 那以中介廠那麼遙遠的一個製片廠 有它們的歷史延伸的 其實它應該是可以在民眾記憶中繼續開發 成為一個更好的製片地中心 那如果文化局有很好的一個相關計畫 其實它的意義會更為重大 是這個原因 所以中介落有這樣的一個矛盾性 謝謝 那個李游林第二次發言 這個剛剛看了說這個耐用三十年事實上都過了 過了我怕這個老的建築物尤其是攝影棚 我前幾年跟那個副市長去看過 我覺得可能安全會有顧慮 而且剛剛講的那個貓道現在事實上 新的攝影棚那個規劃那個貓道跟大家想的不一樣的 我想這邊不浪費時間來解釋這個貓道的功能 現在最新的那個數位棚比較小都不一樣 整個電腦的它都是電腦控制的 那不太一樣 跟大家傳統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我覺得這邊最有價值的就是 可以匯集這個華語電影 事實上世界給你人才 這個我覺得這個地點是最有用的 那如果說要保留那個A棚我覺得也可以考慮 那只能變成參觀 沒有辦法再利用 參觀都有安全的顧慮 因為台灣這個地點是地震帶 這個可能還要再補強 那這裡面要再規劃 可能是再來設計 那其他的棚我覺得 這要重新再來規劃整個的動線 整個的都不一樣好不好 好謝謝 好 謝謝 以下就是我個人的意見 當然很抱歉我沒有到現場 這個基地基本上是一個L型 正面是面對中央北路 然後側面面對行星街 那因為 剛剛跟去過委員討論 其實大攝影棚裡面的空間是非常棒的 那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 我們支持市政府去發展這營業基地 那基地最好是越大越好 如果旁邊都是的話那就更好 不過我想回過來說就是說 我們基地就是那麼多 假定就是尋求新舊的平衡 譬如說A棚大攝影棚留下來 事實上 對這基地所容許的樓壁甲面積並沒有損失 因為你還是可以用那麼多 也就是說假如說是原來那張圖 ABC都要蓋個平均 蓋個十一層樓的話 那C如果說是變成保留的東西的話 A跟B 事實上是可以蓋得更高 那這個基地比較有趣 就是C剛好是在L星另外一邊 它好像是提供一個側面的進口 那我們這個未來 BOT也其實要求BOT廠商 除了攝影直接有關的空間以外 還有一些附屬的空間 那個 假如說附屬空間的話 要吸引別人來的話 有一棟比較老的建築 它當然不適合重新再做攝影棚 不過 這種空間其實是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 至於說那建築物安全與否 那個其實是可以去現場鑑定了 包括專心量量它的強度或等等 萬一是強度不夠的話 那當然也有很多補強的方法 那我想我講的是個人的意見 也就是說還是站在這個 這麼大一塊基地 過去當然有些輝煌的歷史 那如果我們未來看到這裡的時候 還可以看到一些 以前留下來的這個空間管設的話 我覺得那個好像是蠻值得 謝謝 他說將來我們有很多故事 在老的場地裡面有很多故事 可以說 有長鄉一號啦 這些成功領上 都是在這裡拍的 但並不是表示這個保存 將來一定還在來使用這個model 因為這個原本來使用 是這個場域上 這個feard 這個場域上的意義 它曾經產生這個畢業 是這樣的紀念性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將來裡面要蓋的話 重新要蓋在別的地方全部都拆 這個跟我沒有關係 這個地方是功能上的這個提升轉變 或者什麼 再作為一個紀念的一個空間 主要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想 對於我們將來這個DOT並不妨礙 在我的看法 因為我的親戚也是在做電影導演 所以這個列為淺薄的指導 所以現在這個電影列為英國的文創 在英國也是文創 我們這裡也是一部文創 它是比較新 但現在我們的文字會鼓勵 具有這個歷史性紀念性的這個空間 以後很多人就講說 我曾經看過什麼片 非常有名 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在這個一點 能夠非有那個場域都沒有了 就持續了它的記憶的空間是這樣 那你將來有新的跟舊的對照以後 更有它的這個價值 你看我們現在新的一個設施就是這樣子 那過去是這樣子的 那現在已經這樣發展 這個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所以一個歷史包括製片本身 成品 包括它的設施本身的這個發展 也是一個紀念的 我的前面是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希望是 這個 未來在GOP的規劃上 有些有接觸在 要幫忙 主席 各位委員 大家這個 那我針對這個電影的部分 簡單先說明一下 那個放第17頁 第17頁 第17頁 中國電影自現場 大概是在1951年 在從高雄遷到這邊來正式開拍 大概後續連續了30年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們看看同樣 將近80年的這個 Paramon跟21世紀服飾公司 我相信在座可能在50年代 看過亂世家人 也看過羅馬家旗 60年代也可能 70年代看過 教父曾善禮 或星際大戰 到了90年代 大家也看過阿甘正傳 2000年的時候 古墓奇兵 跟變形金剛 到今天最新的這個 這個漫威電影的片子 其實過去50年60年的時間 從有深色彩電影過來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變遷就是 從石井棚到數位棚到虛擬棚 這個幾個數字可能一般比較不了解 我們過去在中國自變廠的這個場域 只能拍石井棚 就傳統的搭個景 但現在的虛擬棚為什麼會這麼重要 為什麼要14公尺以上 我們原來的棚大概只有8公尺 貓道以下 那我們現在的棚的進高 貓道以下是14公尺以上 加上貓道的話大概是在20公尺 也就是一層樓拍攝20公尺 我們在原來的場域當中 在移除掉兩棟中攝影棚的大攝影棚之下 可以放進6個新的攝影棚 每個棚最小的部分大概是500平 有兩座 那有關於將近800平的部分 1100平的部分有四座 你現在那1100平的單一空間 樓層高路是20米 那我們必須在這個基地當中 幾乎疊的是兩個攝影棚 40公尺的棚在這個基地當中 才有可能把這個棚放進去 那以目前的情況之下 如果這個棚不放進去 其實台灣在電影拍攝 現在面臨到沒有棚可以拍數位棚 虛擬棚 那如果今天這棚沒有這個機會做 其實台灣電影的人才逐漸被大陸挖走 今天我們可能只留下 1951年到1976、90年代的電影的記憶 但是卻沒把延伸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 那我相信這個應該不是大家的本意 如果有這個機會 其實把電影的故事 拍完盟的左邊的這張圖 是現在的 即使如此 它都必須改成虛擬棚 它的棚都拆掉 改成更高樓層 那如果他們今天有這麼樣全球偉大的電影拍攝 他們還要這麼做的原因是在於 電影產業的故事要必須延伸 而不是在空間的本身 如果有這個機會 大家去拍阿門去參觀的話 大家也還是為大家介紹 他們在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拍了什麼好片子 不會有人因為說 在哪一個空間去拍的問題 那我們相信如果今天在北投電影場的部分 有這個機會 能夠實現台灣華人電影當中 台灣最重要的人才的培育跟拍攝場域 能夠在這邊繼續延伸的話 這個可能比空間保留是來得更重要的 好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的地方 你好 這個案子很像剛才那個陳世家廟 其實很簡單 其實委員絕對不會說 說那個大延盆中平是古蹟啦 因為那個凝臉的遺憾就知道 但是我是覺得 大家都是期盼很高 能夠有一個記憶留下來 我想拍電影的人應該是最會講故事的 其實你們應該要提出一個 一盤小菜就可以了 就是說你認為哪個地方是最有故事的 而那個如果能夠保留的話 不妨礙未來BOT的那個大發展 我想委員一定馬上有通過 我想各位你們了解委員的用意 他是希望能夠有一些故事 能夠存在桃園裡的這個中國電影製片 他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我個人因為沒有去看 但是因為我住淡水 其實我以前坐火車 他在火車上就看到這個場 因為他就在北投啊 那個快到中藝之前那個叫做桃園裡 以前在那個正公幹校正在學校的旁邊 所以對 所以呢我覺得你們有沒有一個 一個簡單的規劃圖 我相信沒有委員會說 哪個影盆一定要留下來 哪怕我們知道廢墟有時候也很美 那個大的影盆 如果你留一個柱子 留一片什麼牆 其實也很動人 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去看 但是我覺得只要你端一盤小菜 我感覺就過了 不必大慘 好 其他會議員還沒指教 我想我嘗試綜合各位委員的建議 我們是不是在整體這個 就本案 我們還是就是說重點 就是在過去的歷史記憶的延續 到接軌未來的產業的發展 好吧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的一個重大 這個歸納委員的決議 那其他的細節 我們是不是就是請這個委員同意 我們授權也要求這個文化局 在後續的這個BOT案 能夠秉持這樣的精神 跟他必要保留跟延續的這些元素 能夠呈現出來 我們就全權授權 因為文化局也應該有這樣的擔當 在專業上 在理念上 應該在未來BOT的案子裡面 能夠充分結合考量委員的 在這樣的一個建議上面 那又能夠兼顧在電影專業人上的 這樣的一個意見 我們來綜合來展現 好不好 所以就是說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能夠